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籃球快訊 在今晚北京時間8點 南南世界杯小組分組賽B組的賽事 來到最後一輪比賽 其中各自身處於B組的中國和波多麗角 將會一決高下 中國在小組分組賽裡兩輪都全敗 總共輸給對手62分之多 如果中國隊要晉級出線的話 基本上是沒什麼可能的 只會遭遇到強敵波多麗角 中國基本上沒什麼贏球的希望 中國在小組分組賽首場賽事 對著奪冠的大熱門塞爾維亞輸球 是大家早就預料之中 不過在次輪對賽裡對著南蘇丹 想不到中國隊打得那麼不爭氣 送給對手一個在南南世界杯裡 歷史上的首場勝利的同時 自己在小組分組賽連輸兩輪的情況下 僅剩下理論性出線的可能性 就是這場中國隊除了要贏波多麗角外 還要贏36分以上才有機會出線 難度之大 大家可想而知 縱觀前兩將中國的進攻戰術 只有歸化球員安達神單打 較為有些看頭 安達神上將確實在南蘇丹身上 也打出了22分 五個籃板三個助攻的全面數據 雖然中國另一球員趙瑞 在前兩輪的分組賽裡總共貢獻了30分 而且上場三分球4射3中 是陣中唯一一個能夠拿到3分 而且抗衡南蘇丹的球員 但無奈之下 另一中國主力得分手周琦不敢出手 前兩輪分組賽 長軍只能得到11分的成績 而其他球員 例如張震輪方面都不如老將周鵬 他上將面對南蘇丹竟然一分都拿不到 可以這麼說 中國輸了比B組裡最弱的對手 南蘇丹之後可見中國是輸在外圍的放手 上將他們比對手5人得分上箱 全隊總共入了15球3分 命綠率達到五成之多 而且在體能儲備方面 可見中國隊是不及對手的 如今中國不僅在今屆的藍藍世界杯裡 即將無緣小組分組賽出線 甚至連進軍巴黎奧運會的希望都非常渺茫 看來今將對著波多黎奧 中國最後都會輸 而波多黎奧方面 他們在小組分組賽首場的賽事裡 以101比96擊敗了南蘇丹 如此對比之下差距一目了然 當時波多黎奧全隊各人 共有6人得分上箱 其中隊外的史提芬湯信和和達斯 兩人聯手續貢獻了20分之多 還有兩位中鋒干迪和羅美奧等人都貢獻了雙十的數據 其陣終於全打出完美籃球的配合 儘管上將波多黎奧都不敵籃球強國蔡爾維亞 但波多黎奧在小組分組賽已經獲得一場勝利 只要在小組分組賽今晚最後一場賽事裡 戰勝中國球隊就能夠晉級了 看來波多黎奧必定會全力以赴去打金將的賽事 相信波多黎奧都知道中國最弱的位置就是後衛 反觀波多黎奧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攻擊力十足的後衛群 他們的三大後衛和達斯、史提芬湯信和佐敦後活 都有很強的得分能力和遠距離投射能力 作為一支特點非常鮮明的中美洲球隊 雖然波多黎奧內線的身高條件並不突出 但他們的中鋒干敵和羅美奧身體強壯 都非常擅長於搶籃板 從而很多時候都獲得第二次進攻的機會 所以他們兩人有如此的衝擊力 對於周期來說絕對是一個極具的威脅 藉時波多黎奧火力全開的話 他們戰勝中國之一可待 我是Wally 感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謝謝大家